DMW 總代兩範的五份有限公司總經理Rebecca 李英傑 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歡迎Rebecca 歡迎北京跟我們大家安安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三系列以及三系列Touring的行車發表會 自從1975年BMW三系列分析以來 它就象徵了我們BMW的品牌精神 也一直以它精準的操縫以及非常動感的產品設定 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包括運動中型公車 現行的當然我們的G20 3系列也很例外 隨著國內近年興起的旅行車的風潮 我們G21 3系列Touring的表現非常非常亮眼 自2020年2月上升到現在不到3點的時間 它的總銷售量它的銷售量超越前一代 三系列Touring的總銷售量 所以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車款 那我們今天發表的全新改善的BMW三系列 在外觀以及內裝上都有非常大的進化 那包含了它的非常新世代的設計舞會 非常的運動很好 而且我們也導入了非常多新的客氣的配備 包含非常具未來感的這個學服式曲名 以及IDA的使用者介面 BMW手機數位鑰匙 還有我們領先奉機的產品定位 那這一次我們BMW三系列 引進了我們七個車型 包含四個叫我旁車的車型 318、320、330以及M340 那我們在旅行車Touring的部分 引進三的車型 320、330以及M340Touring 那這一次我們也非常特別痛苦 引進我們整套完整的三系列的 M-FORMUS的加裝套件 那它包含了手工打造的 氮纖維的風力套件 能夠有效提升氮氣力學的表現 還有多款更復經濟風格、文圈 還有個性化的加裝配備 讓我們三系列車主的功能 創造一台屬於它自己的三系列 也是三系列Touring 那在這邊也代表快樂 再次謝謝大家今天的蒞臨 謝謝大家 各位媒體朋友們 大家午安 有一款車呢 它的實用性滿足了我們 每天的日常生活 陪伴著我們度過每天的用車時光 它更讓我們體會到 什麼叫做駕馭樂趣 它讓ShareJewy Pleasure 不只是一行廣告上面的標語文字 而是VNW這個品牌 刻在你心裡的名字 它讓我們呢 從牆壁上貼滿汽車來 到這個汽車粉絲 刺激我們去想更了解車輛更了解品牌 而演變成無精的汽車專家 它就是VNW的三系列 而我剛才所說的呢 一部分來自於我自己的故事 而我相信也是在座的各位媒體朋友們 曾經發生在你們身上過的故事 我是VNW的總代理產品的Network 同時我也是三系列 只能超過十年的車種 VNW的三系列呢 陪伴著我們這個品牌 將近五十年的歷史 一次一次的改款 以待一待的進步 如今我們今天要為各位獻上的是 全新改款的三系列 紅布推出了 Sedan的經典運動房車 以及Turing的五門車款 全新的VNW的三系列呢 在外觀上面 強化了它作為一台 講究運動性能的主題 它在外觀上面 全新的M4的外觀套件 前保感的部分 換上了面積更大的 近吸把設計 以及整個後台的兩側呢 用上了更立體感的 這個折線造型 去強化整個車頭 這種往前衝的這種衝 是原來的這種衝力 另外在VNW的 最具指標性的雙繩型水晶護照 也換上了我們非常精緻的 這個全新 雙熱式的直炸設計 而近看到 衝頭燈的部分 全新改款的三系列呢 全面標配的是 光性變化 智慧 微力頭燈 在它的造型上面呢 我們將它的設計呢 改成了一個全新的 到L型的日行燈 並且透過這個燈組呢 我們可以看到 內部非常漂亮 非常代表這個科技感 讓這個眼神更加銳利的 藍色色調 而這個光性變化的頭燈呢 它透過了這個非常進階的 這個VD矩陣式的照明 照射範圍調整的功能 去讓我們的駕駛人呢 能夠在各種用戶的環境下 都能夠達到最佳的照射效果 這邊的三系列 全新三系列的車尾呢 同樣呢 呼應它 車頭運動化的全新造型設計 下保感的部分呢 深色的這個 下氣把的面積更加的 向上延伸 而中央下保留呢 也換上了更運動化的造型 以及在車尾的下方 相牽與保感的 兩支這個圓形的排氣圍管 也從直徑呢 從原本的就是mm 方大到100mm的直徑 讓無論是在隨便車型 或是在突然的車門上面 都能夠從車尾的視覺上面 看 呃 完美的展現出 它的運動的各種 而進入到全新三系列的作唱 魔衛全新的三系列呢 換上了BMW最新世代的 懸浮詩曲面一部作唱 呃 包含了12.3吋的這個 這個 數位儀表 以及4.9吋的中央觸控螢幕 所有的這個螢幕的可視鏈機呢 都放在我們坐在駕駛座上面 凝視的高度 另外全新的三系列呢 也標配了車款台的顯示器 讓我們的駕駛呢 在享受這個美好的駕馭 駕馭體驗中呢 目光指示前方 就能夠獲得 所有行駛中 所需要的資訊 而另外整個全新世代的座舱呢 走向了更簡潔俐落的風格 包含了這排檔走座的部分呢 我們換上了最新款的這個 排檔模片 排檔骨桿 去讓整個VNW3系列呢 在這個座舱上 帶來更加的未來感 而作為一台強調運動性能的豪華好車 我們在於內裝的舒適度上面 也是更國外的講究 全新的VNW3系列呢 配上的是包含進更好的好車型座椅 搭配的是質感更好 帶有這個打仿 以及飆色紅線的C4台皮質內裝 由此可見 我們在內裝細節上面的講究 以及精緻度 另外全新的三系列呢 跟全面標配的三區和風空調 滿足我們每一位車艙內的乘客 以及駕駛們 都能夠調整到自己覺得最舒適的駕駛 而VNW呢 作為一個百年的超車品牌 我們強調的呢 是給我們的車主 車迷朋友們 最完整最便利的駕駛體驗 我們獨家的智慧Contra Access 鑰匙系統 讓你需要輕鬆地靠你車輛 都能夠完成解鎖的動作 並且在現今這個 人人離不開手機的連帶 如果你不想要攜帶你的實體鑰匙 你只要帶著身上帶著一支智慧型手機 將手機呢 輕輕地接觸門把 就能夠取代實體鑰匙 完成接觸的動作 並且在上車之後呢 很順暢流利地 將手機放入排檔座前方的無線出面輪子 接著在系統之後呢 更錯過我們的無線 Hardway或者是Android Auto 去讓你的手機 跟車上的東西系統 作為一個快速的連結 達到一個最完整的 無線的生活移驗 而當然呢 VNW的科技一直在進行 我們的全新三系列呢 也全面標配的是 業界公認最好用最人性化的 VAU智慧駕駕駛駛駛套件 那我們在使用這個自動跟車 跟車道維持的過程中呢 我們也可以透過 儀標案上面的這個套路 虛擬實境 即便是在夜晚 或者是大雨中 在我們建築無佳的情況下 也能夠清楚地 看到你周圍的車輛 而360度的環景 以及變得無佳的自動套存 輔助系統 更提升了我們的三系列 在路關系的使用 方便給我們穿梭與城市的 下載箱駕駛駛駛 而VNW三系列呢 科技一直在進化 但是我們沒有忘記的是 它作為一台強調運動化性 運動化房車的這個本質 優良的運動機 完成的被保留下來 前後50比50的車輛 車身配奏 VNW以及VNW最擅長 打造的這個懸吊 以及轉向系統的設計 另外再搭配 反應幾回0米的 85首次排變速箱 讓我們的VNW被稱之為 被稱之為 最運動化的運動房車 這個稱號 當然是無愧 而講到性能操控呢 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我們最性能的設計 M340i X-Rine 它在外型上面呢 全性改款之後 用上了許多黑色的元件 也包含了M-Performance專屬的 這個廣狀的水箱護罩 訊配的頭燈 以及在車身的兩側 我們更可以看到 向車運動性能的M-Performance 雙二十或是性改 車尾的造型呢 在C-BEN的車款上面 我們的頭箱上方呢 也標配了一隻黑色的擾流的衣服 去延伸整個車尾的線條 並且在下滑管的部分呢 中央的進氣把也用 中央的這個下導流呢 也用上了更戰鬥化的設計 以及在報判的下方 M-Performance專屬的 舉行排氣圍畫 都讓我們的M340i X-Drive 在視覺上面呢 都能一眼辨識出 它作為一台強調性的表現 的廣車 它的遵取不同的地位 進入到M340i X-Drive的座差 兩張從視覺看起來 現在就非常戰鬥感非常高度性強的 這個M跑車座椅 並且搭配的是質地更好的 NASCA全身T-Day Drop 以及在中路台部分呢 我們更標配了大面積的M碳纖維式版 去營造出整個M340i 在車內空間創造出更熱型 彷彿於自身賽道般的氛圍 而3系列呢 因為它的這個良好運動本質 也吸引了更多喜歡 強調改裝風格的車迷朋友的喜歡 其愛 因此 BNW 特別呢 為我們全新的3系列 量身打造出 多款專屬於3系列的 M Performance加裝套件 包含了多款的碳纖維套件 以及跟運動化的溫泉 去讓我們 喜歡這種改裝風格的車主呢 更能夠打造出一台 屬於你自己心中最理想的 戰鬥狀況 而這次的全新3系列呢 我們在改版之後 所引進的動力 包含了四款的汽油引擎 318i 320i 以及330i呢 配置的是這個 直列四缸的汽油引擎 以及我們的M340i呢 更搭載了 五邊的古墜英義維奧 同時也是目前同期舉重 唯一僅存的3.0升直列六缸引擎 賦予我們更充沛的動力輸出 更飽滿的運動化聲量 3144T的最大馬力 0百加速4.4秒 一氣流行 我們全新改版的3系列呢 在外觀上面 充分的展現出它作為一台 強調運動主體的防車 的這個外觀表現 以及在內裝的它 以及在內裝呢 更換上了BMW最新時代的風景作差 象徵的BMW持續的進步 持續的向未來前進 而我們同步推出的C-Bank 以及Turi的兩款車型呢 都是想要 都是希望能夠完整的 將傳達出這份 對於駕馭論 各區的步道 去滿足 去讓各種每一位 喜歡BMW三系列的車主呢 都能夠找到一台 你心中最迷想的車款 如果說BMW是一個信仰 那三系列就是我們每一位 信徒呢 都能夠朗朗上口的聖經故事 關於什麼的故事呢 關於你 與三系列一起創造的故事 作為機車產業的工作者 我們每天試駕過了很多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車款 而我在每次結束 結束每天的工作之後 回到我自己的那台三系列上面 我都能夠重新找回 那份最初喜歡車 喜歡駕馭 喜歡BMW的重招 這是我與我的三系列之間的步道 而我更希望 透過我們全新改款的三系列 能夠讓更多的車主 成為就是 這 與你們自己的三系列上面 找到了那個感動 最後呢 要為各位揭曉的是 全新BMW三系列的正式秀架 CVN的車型呢 總共擾弱四款的動力 318i表配的是Sport內外套套件 建議售價為213萬 而320i以及330i的車型呢 換上了更運動化的M4外彎 建議售價分別為243萬 以及292萬 最新的M340i Strike呢 建議售價為363萬 接著呢 是Turing的車款 我們總共引擎的三款動力 320i Turing呢 標配的是M4外型 建議售價為250萬 計畫面 5400i 加密時間 150 210 210 convert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